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6日 星期一 這一節想跟大家分析一節國際新聞 想跟大家說說國際局勢 這一節要探討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 美國有沒有機會對中國大陸 就著現在的各個方面 進行一場所謂金融的核戰呢 這件事為甚麼會討論事源呢 雖然美國在各方面都顯示得相當之軟弱 尤其是在阿富汗問題 以及 軍事問題上 令到全世界都對他缺乏信心 最新的消息就連法國 也不妥這個美國 法國 也覺得歐洲各個國家不應該再 依靠美國 拜託 歐洲 各國政府提升軍費 預備為了 自我的保護 要做好準備 換句話說 軍事上 可能不能夠再靠美國 為甚麼會分析這件事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中國大陸 現在 中共的國家 一方面就是在搞文革鬥爭 因為習近平似乎有很多被盤算 似乎有很多的 威脅 令他坐不穩 所以一定要搞大型的政治運動 搞大型的政治鬥爭 另一方面 中國大陸的外交 現在可以說得上只有一個方向 逢是美國的敵人 他們也打算全部當成是朋友 這個問題 關於是不是美國敵人 我們稍後再詳細說 但是 中共很明顯覺得 已經當正塔利班 擊敗了美國的一個國家 中共現在插手下去 就是要直接勾結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 他們已經 超過了 未來眼虛的階段 其實 先跟大家說說新聞內容 話說早幾天 路透社記者向中方 查詢 問中國大陸會不會 跟阿富汗就著一帶一路 的項目展開合作 中國這次外交部發言人又出來了 這次不是鬧交部 這次找汪文斌出來說話 汪文斌負責不是鬧交 所以正常問題就找回汪文斌回答 說中方希望阿富汗 局勢平穩過渡 這就是開展對外合作 的大前提 以及各國企業如果要去阿富汗投資 和平穩定是一個重要基礎 中國外交部繼續向 向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伸出橄欖枝 繼續說中國大陸 跟阿富汗就是傳統的 友好倫邦 中方就是奉行著向全體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 這個真的是 聽到想作嘔 你只是向著塔利班友好而已 你何時有向過阿富汗政府 跟阿富汗人民友好呢 當他是美國佔領著的時候 長期以來 中國積極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 好像 你根本 完全沒有插手進去 現在美國要撤軍了 你就是 跟阿富汗 塔利班 打光顏色 早前 美軍在阿富汗的時候 中國大陸什麼時候 有派過任何的人員 有派過任何的部隊前往去 重建阿富汗呢 左講右講 汪文斌想說甚麼呢 說來講去就是要幫阿富汗搞經濟和建設 實際上我認為 現在這個大外宣 阿拉伯世界就是 聽不懂 因為他們 從來都不會看這些新聞 正如歐洲當日 一面倒 各個國家傾向就是賭向歐洲 以為中方 真的給你錢就是搞投資 他們好像不用看新聞那樣 昨天才剛才跟你說完這個 這個大運河項目 已經撻皮了 完全收皮 他們現在還是 從來沒有試過畫餅充機 從來都沒有吃過那塊餅 拿一張紙畫餅給你 他們就扑倒來吃 說了一大輪 其實中國大陸 現在就是 徹底勾結 塔利班 甚至 倡議要跟他搞一帶一路 這件事 其實中共早就已經超過了 跟阿富汗 在眉來眼的階段 甚至乎 好像是非洲國家那樣 甚至乎就是要直接 搞投資項目 現在塔利班也做了很多事情 向 中國大陸示好 也有訊息 也有訊息說 阿富汗裏面 有大概2000名 在阿富汗出生 的維吾爾人 因為現在塔利班 接管了阿富汗之後 令到他們的處境相當危險 他們有機會成為 阿富汗塔利班政權 交出來的籌碼 為阿富汗換取中國大陸給他們的經濟利益 如果 按照現在的局勢分析 塔利班會出賣 伊斯蘭的朋友 去換經濟利益 可能性也相當高 因為東突厥 新疆 維吾爾人就是沒有足夠的力量 所以 維吾爾人 雖然大家都是穆斯林兄弟 但是在穆斯林的世界 就是不斷被這些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政權 出賣 而這一群 拿中國大陸利益的國家 和政權 就是沒有領教過中國大陸 那些 假大空的投資 所以他們還沒有領過 這個世界就是如此悲哀 他們不是要親自 領一次中國大陸那些東西 他們是不會覺醒的 任何人 聽到有塊餅 也想吃 不然這個世界怎麼會有 劃餅充機這回事呢 尤其是對於一個 剛剛失落了政權那麼久的塔利班 現在竟然有機會讓他重拾政權 還要是一個白費待興的阿富汗 聽到竟然有國家要對他大力投資 實在 就是很難抗拒 這件事會不會觸發 美國真的對著中共進行金融戰爭呢 早前也說過了 美國現在 軍事上 非常之虛脅 簡直就是用內藥來形容 但是美國 這班華爾街勢力深層政府說經濟利益的群體 他們似乎 不介意 動用一些 不會傷害到他們的 制裁方式 例如那些所謂的經濟制裁 聲明譴責 什麽制裁法 什麽法案 那些 就是 小小是嘴巴式的活動 他們就不介意 但是金融核彈 金融核彈是不是 純粹是一個 跟軍事行動 相反 是一個很溫和的行動呢 如果細心想想想 你會發現金融核彈 造成那個對於 深層政府那個利益的傷害 可能更大 就是軍事行動 當時盛傳中美金融戰爆發 有機會就是美國 將香港和中國大陸 在這個 SWIFT系統裏面踢出去 換句話說 這個就是一個終極的 金融的制裁 一直有一段時間盛傳美國會這樣做 但是細心想想 現在 這個反外國制裁法 中國大陸臨時殺停 我們不得不向一個很壞的方向想 就是面對著重大的經濟利益 之前 美國 在中共 妥協之前 他們自己 率先在各個方面 預備妥協 整個阿富汗事件 其實看得很清楚 美國的左膠以及美國的深層政府既得利益者 基本上 就是不打算 不惜一切 制止中國大陸的擴張 換句話說 他們 非常之歡迎 容許中國大陸在阿富汗問題上 占手 所以法國的判斷 也是我們現在當今這個世界對美國的判斷 實際上英國的情況也差不多 英國這次 對美國的那種失望 和那種崩潰 是難以形容的 大家有一段時間密運 再到現在 關係 降到差不多 是史無前例的新低點 大家作為軍事盟友 聯手了那麼久 這次阿富汗問題 就是使得 整個英國 舉國上下對美國崩潰 實際上我們來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其實也是看不到 美國為甚麼有那麼多 金融核彈 已經不是說真核彈 也不是說 軍事行動 有那麼多可以動用的武器 但是到現在基本上 丁點兒也沒有動用過 換句話說 真的是一個海軍鬥水兵的情況 當中國大陸 習近平 在搞自衛行動的時候 這邊 崩盤的速度還要快 原本強硬對抗 現在影都沒有了 變成 Twitter和Instagram對抗 任何一項稍為有力 對中國大陸的 經濟 經濟戰的戰術 都看不到 甚至乎有消息說美國還要放寬給華為 繼續買晶片 所以從種種跡象看起來 我們難以 想像美國會忽然之間 動用 金融核戰 除非在這段時間 又發生第二件事 足以改變 目前的狀況 我們經常說這個世界多變 我今天這一節的分析 是建基於 現在 這段時間 所發生的事情 分析 我經常說這個世界有機會 忽然之間又發生一些事 有根本性變化 有誰可以想像到 2019年的5月 有誰可以想像到 你去到6月 可以是整個運動 好像一個翻天覆地式的 巨大的覺醒在香港發生 其實當初沒有人想像到 這些東西也是很難去預測 所以 根據現在的判斷 除非中國大陸再做一些事 是非常之過分 再得罪到美國的 利益 不然 美國現在還會繼續維持狀態的機會 實在是太高了 我們今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支持6部曲 記得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繼續幫我們無限loop大發播放 我們今節就說到這裏了 拜拜